而为了争取清廷跟自由车 可以列入2019东亚清运的竞赛项目中 台中市长林佳龙前往南韩 除了是拜访奥委会主席寻求支持外 并且在18号的晚间前往日本的东京巨蛋 了解当地周边的运动娱乐设施 并表示将借进东京巨蛋的成功经营模式 把中级棒球场打造成一座运动休闲园区 台中市将在2019举办首届东亚青年运动会 为了争取将自由车和清廷列入竞赛项目 市长林佳龙专程前往南韩 拜会南韩奥委会主席金正信 并且成功获得支持 很高兴也得到他们的支持 将同意把自由车跟清廷这两个项目列入 2019由台中来主办的东亚青年运动会 那么我们也表达对这个运动会 我们会来呈现因为是第一届 那么呈现它的一个特质 就是Young and Green 是一个透过年轻人来进行运动的交流 很多这一个主办大型运动会的这些经验 也希望能够给台中多一些的这一些指导 市长林佳龙表示增加竞赛项目 将更能显示东亚青运设定的主题 而结束南韩行程 市长林佳龙随即前往日本东京巨蛋 了解附属的购物中心摩天轮等娱乐商业设施 不但对于东京巨蛋复合式商场的发展模式 十分感兴趣 也表示将在台中洲际棒球场 引进运动酒吧和游乐设施等 希望打造一个运动休闲园区 台中市政府也要将洲际棒球场 发展成以棒球为主题的棒球运动休闲园区 那除了这一个球场以外 旁边的饭店餐厅游乐设施 我们也会有这个棒球为主题的一个博物馆 这个是标准的经济独立 随着霓虹灯色彩不停变换 东京巨蛋一旁还结合了饭店商店街 以及许多以运动为主题的商店 成为一个都市型的娱乐园区 庞大的商机和人潮 也让东京巨蛋在夜晚依旧十分亮眼 若能成功仿效引进 肯定能为台中再添一处观光胜利军 更有利2019年东亚清运的举行 记者张伟玲南韩东京采访报导